有的众生住在十个夜里边 不能够勤修十善夜道 为了满足十善道 使众生能够修行十善道 所以也欲有所问 十善和十恶正好相反 十恶是什么 我们平常分类的时候 身三 口四 意三 身三是杀 盗 淫 口四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 妄语 恶口 两舌其语 意三是贪 臣痴 十善就是把它翻过来 我们加一个不就可以了 身三 不杀生 不偷盗 不血眼 口四 不妄语 不饿口 不两舌 不起语 一三呢 不贪 不撑 不吃 一切诸佛都是由于勤修十善夜道 才能够得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果连一个能够修十善夜道的好人都做不到 怎么能够成为菩萨 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佛说十善夜道是成佛的基础 所有的一切诸佛往昔都有于修十善夜 而最后能够得成佛道 现在我们有些修行人呢 想的都很高妙 但是呢 不严格的修十善夜道 动不动呢 就要正空性 正空性没有错 你能不能够空除自己的烦恼 和这个空性相应 它是很落实的事情 不是广嘴巴上说的事情 修行非常落实 一条一条仔细落实 十善夜道实际上也是一种戒 是断恶修善里边很重要的内容 既然实善当然就是断食恶 不断食恶怎么能够有实善 实善其实 在狭义上讲 它就是欲界天的标准 如果实善有所缺失 就不能够进入欲界天 如果在加修四种禅定 才能够进入色界天 再加修四空定 才能够进入无色界天 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 在佛法里有很多特殊的法门 可以使我们迅速的远离 蛇 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 念钥匙流利光如来 念大愿地藏王菩萨等等 都可以使我们远离蛇 另外 在佛前供登 造佛像 受八观斋戒等等 都有很多殊胜的法门 使我们发了大愿以后 能够逐渐地远离 十恶业 勤修事善业 最后远离三恶道 乃至远离六道轮回 台中女继续说 有一些众生呢 惰于邪剧或不定剧 对于无漏法 成为非器 非器就是不能够修无漏法 还是仍然有所穿漏的 为了使这些众生能够小了证据之法 为了能够使众生成就善根 调伏自己的身心 所以呢 台中女 欲有所问 什么叫邪剧 人呢 人有群分物以类聚 人都有不同的群 一些人呢 聚在一起 另外一些人聚在一起 有各种的组织 各种的社团 等等 不一样 学习各种宗教 学习各种记忆 有种种不同的聚合 如果不学习佛法 那么就叫邪剧 这个说法有点不客气 但是客气也没有用 我们总不能把六道轮回的法 说成是正定句 不可能 那什么叫不定句呢 就是你还对佛法 没有生起决定的信心 没有全身心投入佛法 你还在摇摆之中 但是你并没有固定在邪剧上 这个叫不定句 这样的人呢 对于佛法的解脱和成佛的 这样无漏的法门呢 还不能够进入正定句 还不能够住在正确的修行之中 因此呢 他不是真正的道气 所以叫非气 什么叫道气呢 进入真正的佛法 能够按部就班的次第修行 能够发愿解脱和成佛 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正定之具 比如说念佛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呢 肯定是在正定之具 因为只要信愿行三个方面满足 就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三不退 必定成佛 它是成佛非常殊胜的法门 所以只要是具有信愿性 对于往生 决定不怀疑 那么就一定能够往生 这样的人呢 就是进入了正定之具 这样的法呢 也叫正具之法 因为大家最后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汇聚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仅举念佛一法来说 其他还有无量的法门 也是同样的道理 台中女最后说 世尊 我今为如是等诸因缘故 向佛听法欲有所问 下面我们来看 进一步的经文 耳时一切会众 叹未曾有而作誓言 如来之法甚为稀有 菩提萨多随处胎中 饶益众生 法言不废 若善男子善女人 有见闻者 其谁不法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时候 余会的一切大众都 非常赞叹 稀有难得的 这种法剧 大家都说 如来的法 真的是非常稀有难得 发了大愿的菩萨 居然在胎中 也能够饶益众生 继续说法 利益大众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见到 听到 谁不法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这个话真是如此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也会 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是我们修学佛法以后发起来要和本具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相应的那个发心 本具的叫本觉 如果能够相应的叫始觉 发心呢 还不等于你正道 正道的话 最低的层次应该要开悟 所以开了悟以后的菩萨才能叫始觉菩萨 没有开悟之前呢 不能叫始觉菩萨 我们再往下看 耳时 此女以佛神力 犹如后边身菩萨 从母又邪忽然化生 此女福慧因缘利固 令其母身无助脑患 平复如初 其女生以味酒之间 地大震动 欲众天花 一切乐器不古自明 陆地生花 大如车轮 种种庄严 色香 妙好 月可人心 由百千叶 黄金为敬 白银为叶 马脑为虚 赤珍珠台 女在上吏 身形 犹如二三岁儿 颜貌端正 甚可爱敬 皆从前世善果报胜 这时候啊 台中女 凭着佛的神力 就像最后身菩萨一样 从妈妈的幼血 突然化生 这两句话呢 我们要仔细看一看 什么是最后身菩萨 就是菩萨修道等觉圆满以后 从兜率天下生到人间 事显成佛 在没有成佛之前的那一个身体叫最后身 最后一次 得人的身体 因为成佛以后还有身体 就不再叫做人的身体 就算是化现人的身体 那叫化身 所以这种身体呢 叫做最后身 而这样的菩萨呢 叫做最后身菩萨 最后身菩萨 当然是等觉菩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等觉菩萨 都是最后身菩萨 一直到下身人间 要准备视线成佛了 这个时候叫最后身菩萨 当然 如果在兜率天等着机缘下身人间 那叫一身补处菩萨 释迦牟尼佛当时从兜率天下来 也视线从妈妈又邪出生 那个出生实际上也是化身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个小孩子 就是我们说 释迦牟尼佛出生以后 他也是一个童子像 东南西北各走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可以说话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实际上是佛的报身 报身的一种视线 真正的让妈妈养大 那个孩子还是从产道里面生出来的 那个才是应神 或者叫化身 那是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这里这个胎中女 说忽然化身 既然忽然出来的就是化身 因为化身就是原来没有 现在突然就有了 不存在一个长大的过程 不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样叫化身 由于胎中女 她的福慧因缘的力量 因此她可以让妈妈身体 没有任何的苦恼和病患 生出了小孩以后 也没有伤口 平复如初和过去是一样的 这个女孩生下来 没有多久 很快的大地震动 天与妙化 乐器在空中不古自明 陆地上生出来 大如车轮的美妙花朵 以及其他种种的庄严 还有种种的香味 种种其他的美妙境界 使在会的人看了以后 非常欢喜 这些大的花朵 有百千花叶 有的是黄金为花镜 白银 白银为花叶 玛瑙为花的花蕊 赤珍珠为花台 这时候 这个女婴就站在上面 站在最大的花朵上面 她的神形就像两三岁的小孩 她视线一画出来就这么大 不像我们人平常生出来小孩 一点点 然后慢慢长 要长两三年才能变成两三岁的小孩 这个没有 直接就这么大 所以她是说花生 而且容貌非常的端正 看了非常的让人产生爱静之心 这是由于她前世往昔的修行 才可能有这种善的果报 我们再往下看 耳时 尸体环音持天衣 应落 网易其所 而欲之言 善女着此衣服 应落 莫罗行立 女报尸体环音言 复卫菩萨不以衣服应落 而自庄严 所以者何 菩萨横以菩提之心 以为衣服应落 而自庄严 则胜一切世间天人庄严 父次乔世家 菩萨有十种衣服应落而自庄严 何等为时 这个两三岁的女孩子 她不是一半人 后面都有仔细的说明 尸体环音 就是刀利天的天主 这时候 她拿了天人穿的衣服 还有天人佩戴的种种阴落 也来到了会所 她对这个女孩子说 善女 你穿上这些衣服 戴上这些阴落 不要就这么光着身子站着 这个小女孩子 对尸体环音说 菩萨并不是以衣服和阴落 来庄严的 庄严的意思 就是平常我们人说的 梳洗 搭扮 穿衣 戴帽 等等这些 当然庄严这个词 在佛教里边还有其他别的意思 好比庄严道场 庄严佛像 庄严佛土等等 就是用种种的方法 使国土能够非常的美妙 使道场能够提供大众进行良好的修行 等等 那现在我们有的人还会说 某某人长得真是庄严 庄严呢 在佛教里边有的时候也叫端正 长得非常端正 这个女孩子讲啊 菩萨并不是拿衣服阴落而来庄严的 为什么呢 菩萨总是以菩提心 以为衣服阴落而庄严 发了菩提心才叫菩萨 因为这位菩萨他有了菩提心 当然 严格的说 是这样 如果不严格的说 你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和佛法经缘初步的进入佛法 能够有所了解 也可以叫做菩萨 因为菩萨从初心位开始就叫菩萨 但是 总而言之 最后要落实就是要不要发菩提心 因为有菩提心的才叫菩萨 所以 菩萨以菩提心为衣服为阴落而自庄严 这样才能够超胜于一切世间的天人的庄严 下面说 桥世家 这是 尸体缓音的名字 有的时候 这个桥 念焦 相当于现在的 骄傲的焦 因此呢 也念焦世家 两种读法 我都听过 这位菩萨说啊 菩萨有十种衣服 阴落 来庄严 下面就来具体的讲 我们往下看 所谓不识菩提之心 不忘费身心 常以大词 为一切众生而作救护 大悲为本 勤行精进 度诸众生 不舍 成就一切众生 常以惭愧 庄严 身口一夜 一切物 诗 不忘其报 持住戒行 投脱功德 忠不违犯 诸忍辱力 能忍难忍 以正方便 求 圣善根 其信 随诸禅 无量 等诸三昧中 忠不求证 非识解脱 教世家 世明菩萨十种衣服 阴落 庄严 与一切事 长不远离 父子 教世家 菩萨 以 向好延伸 圣诸 阴落 而此向好 从福慧生 这上面呢 说了十种菩萨的衣服 阴落 庄严 第一种呢 不失菩提之心 不忘费身心 我们看 在心经当中讲 行 深菩萨 菩萨 多时 照见 五蕴 皆空 有一次 有一个人说 这句话 不通 菩萨 怎么会有 深浅呢 我说 菩萨 怎么会 没有 深浅呢 还是不懂 所以他说 这句话 心经的这句话 有什么地方 不对了 我说 没有任何问题 这都是 大菩萨翻译的 都是有修有正的人 不会有任何问题 是你可能理解上 有问题了 不听金刚 当今讲 一切贤胜 以无为法 而有差别 是有差别的 菩萨是成佛的智慧 是佛的一切种智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叫道种智 严格的说 道种智 应该是到了出地的时候才能叫 出地之前的时候 甚至不能叫道种智 但是也不能说你没有般若的智慧 因为从你开悟的时候 你就已经 具有这个般若的智慧 开始有一点 有一分 然后逐渐的增长 所以一定有差别的 我们在修行当中不能失去自己所发的菩提大愿 不能忘废所发的身心 你所发的身心不等于你已经正道了 但是呢 你这个所发的心和所正道的心 一定是能够不断的深入的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面请各位合掌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是是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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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